想到過生日嘛 就會覺得說不要被那個 年齡的數字綁架這樣子 她的皮膚實在是太漂亮了 而且剛才我們在後台有稍微聊過 真的婚姻姐就是蘭瑪的大愛 因為之前我就會有時候工作 然後帶妝回到家 然後她想要跟我親親 我就說媽媽還沒有卸妝 臉上有化妝品 我說先不要親親 就她可能就記得這件事情 但是有一次我在家 就是沒有化妝的狀態 然後我就說要妳來親親啊什麼 然後她說不行 妳有化妝這樣子 我說我沒有 妳今天生日還要工作的位置嗎 很好啊 就是已經很久沒有 生日當天還要工作 就是發生在以前 就是生日的時候 就是會排很多的工作 但已經很久沒有生日的時候工作 所以這次我也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是生日還可以出來跟大家見面這樣子 先生小孩有沒有送什麼禮物啊 或是心意表情這樣 妳說今天嗎 沒有耶 還沒 還是晚上 我不知道 但是她不是一個會給驚喜的人 喔 所以我不會預期 對 老公 對對對 他沒有平蓋 哈哈哈哈 不要說人家平蓋 人家只是 樸實 哈哈哈哈 對 她不是那種很浪漫的人啦 說真的 還是卡片啊什麼之類的 每年都 也不會 真的假的 沒有 不會有卡片這種東西 那兒子呢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歡什麼花呀這些 所以就是不會有 不會有花呀卡片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家 喔有卡片的話通常都是兒子 兒子 對 兒子應該也是被學校的老師逼的做的吧 哈哈哈哈 對 就是不是主動發生 其實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講一下就是我最近有比較有感悟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 呃 不是說一定每個人到了某一個年齡數字好像就應該要被一個定格 就是那個生命的樣子好像不是你到了一個年紀就一定得要怎麼樣 我覺得像我自己有感覺的是就是還在持續的尋找自己 然後去發現欸好像自己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然後就會覺得欸這樣子會讓自己很快樂的一種想法 然後你就是覺得說好像那個生命是其實是可以很有活力很有能量的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想到過生日嘛就會覺得說不要被那個年齡的數字綁架這樣子 就是不管你在什麼年紀 當然你要愛現在的自己 現在這個年紀的自己 但是我覺得你也要去相信自己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然後讓你的生活是可以很精彩的